大家好,欢迎收看ACY西万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与我们昨日判断相同 鲍威尔的讲话再次让市场失望 讲话中并未提及针对近期债券市场波动的控制办法 仅仅是引起了他的关注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上涨 并突破了1.5%的关口 美国科技板块昨日反应巨大 芯片股全线下挫 中小盘科技股领跌整个板块 六大科技股中仅Facebook和谷歌小幅收涨 特斯拉大跌近5% 鲍威尔同时重申了目前的政策立场 提醒市场应该警惕过低而非过高的通胀率 此外,他对1.9万一刺激方案的进展拒绝发表观点 目前参议院仍在对刺激方案进行调票 随着科技板块的大跌 市场中行业轮动的现象愈发明显 道指的表现较为坚韧 从道指日线图来看 股指昨日同样大跌 不过在收盘前快速反弹 并在31,000下方站稳 线价下方的趋势线再次呈现了强支撑效果 伴随疫情控制与刺激方案的落地 道指有望维持住目前的上涨趋势 指标方面,CCI趋势指标快慢线已经形成了锐角反转 同时快慢线兼具扩大又收敛的迹象 CCI的向上收敛表示出了短线多头局势 入场多单可以在趋势线上方附近入场 不过由于整体股市的走弱 多单的操作还是以短线为主 限价下方的支撑位置在30,700附近 从小时图来看 昨日指数大跌后在30,500附近受到了强支撑 快速收回了前一个小时的跌幅 目前价格在30,900附近整理 还未走出明显的趋势 指标方面来看 鳄鱼线还没有触及到K线 短线大涨的可能性并不大 K线可能在线价位置进行整理 AO线呈现五连红 保持了下行动力 不过AC线已经开始飘绿 说明了下行动力有所缓解 整体来看 短线做多需要等待价格止跌 30,700到30,800附近将提供一定的支撑效果 而30,500附近是趋势线的支撑 支撑效果更强 伴随美债收益率的上涨 美元指数也上升到了关键位置 从日线图来看 美元指数已经在底部形成了WD反转形态 指数目前正在测试颈线的阻力 一旦突破 双底形态成立 那么美元指数的上行空间就被打开 指标方面 强力指标在穿破零线后小幅回调 不过目前再次转头上行 说明美元的走强趋势 考虑到目前美元受到美债收益的驱动 美元仍有较大的补涨空间 同时收益率也远没有达到目标位置 整体来看 美元可以配合突破作单的方式进行交易 昨日的OPEC会议决定也在意料当中 沙特方面的自愿减产并没有被完全取消 而是开始逐步增产 全球原油的供给速度仍然保持缓慢增加 立好了原油的价格 从WTI美油日线图来看 之前我们提到过 如果OPEC决定缓慢增产 那么油价会在59到60区间 受到趋势线的支撑 并逐步上行 目前油价的走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触及到59.4短线低位后 油价快速反弹并再次突破前高 最高触及到了65美元每桶 不过由于K线处在通道当中 短线多单并不适合突破跟随 还是要以通道下沿 与20日均线支撑为准 动量指标释放了相同的信号 指标高点降低 形成了顿角反转 短线有技术面回调的可能 不过由于基本面的强势 下方的支撑可以看趋势线上 下方的支撑可以看趋势线上 63附近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关注数据 美国方面有两月份失业率 非农就业人口 以及一月份贸易账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